太陽能魚塞公升系統 目前我們看到的 我們的正前方 有20片的0.5伏特 然後8安培的太陽能板串連 所以它目前可以產生的 電壓是12 那目前我們讓這個電壓 同時可以讓我們的蓄電瓶 可以蓄電 然後同時供電 讓我們的 這一個叫做DC DC to AC的一個 一個Inventor 然後它可以供電 讓我們的馬達可以正確的運轉 那現在可以看到我們下層的這一個是我們的消化石跟過濾池 那我們的馬達的水透過這邊打到上面這一層 那目前我們可以看到上面的這一層 這就是我們的 另外一個過濾盒 過濾盒 那過濾盒的下面這一層 藍色的這一個箱子 它是 我們的另外一個 叫做 浸水盒 浸水盒 那浸水盒可以看到它的水 現在是可以流動到我們的紙床 那我們紙床的下方 我們是放一些碎石頭 然後用洗衣袋把它包覆起來 然後上面再放上我們的濾石 當作是我們紙床 那紙床這個地方 有兩個液流孔 所以我們的水位到這液流孔之後 它就會 流到我們的下方 下方的這個是漁池 漁池 所以漁池裡面是養魚 那漁池的下方 有一個 連通管 連通管跟我們的消化石是連通的 所以這個就是 我們整個 太陽的漁菜共生系統的 一個 全貌 進步